每日亲近神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祂,得着亮观 生命纪第38天 生命纪31章1至30节 如何移转领导权 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 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 耶和华也曾对我说 你必不得过着约旦河 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 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 你们就得他们的地 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必带他们 如同从前带他所灭绝的亚摩利二王 西红与厄以及他们的国一样 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 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 带他们 你们当刚强壮胆 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 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摩西照了约书亚来 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 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 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 应许所赐之地 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 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 他必与你同在 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 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 交给台耶和华约会的祭司 立位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 摩西吩咐他们说 每逢七年的末一年 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彭节的时候 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 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 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 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 要召聚他们男、女、孩子 并成立寄居的 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 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 也使他们未曾晓得 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 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 夜之地存活的日子 常常这样行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的死骑临近了 要召约书亚来 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 我好嘱咐他 于是摩西和约书亚 去站在会幕里 耶和华在会幕里 云柱中显现 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 耶和华又对摩西说 你必和你列祖同睡 这百姓要起来 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 在那地的人中 随从外邦神行邪淫 离弃我 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那时我的怒气 必向他们发作 我也必离弃他们 也面不顾他们 以致他们被吞灭 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 临到他们 那日他们必说 这些祸患临到我们 岂不是因我们的神 不在我们中间吗 那时 因他们偏向别神 所行的一切恶 我必定也面不顾他们 现在你要写一篇歌 教导以色列人 传给他们 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 因为我将他们领进 我向他们列祖起誓 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 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 身体肥胖 就必偏向别神 侍奉他们 藐视我 背弃我的约 那时 有许多祸患灾难 临到他们 这歌必在他们面前作见证 他们后裔的口中 必念诵不忘 我为领他们到 我所启示应许之地一先 他们所怀的意念 我都知道了 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 教导以色列人 耶和华主妇嫩的儿子 约书亚说 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必领 以色列人 尽我所启示 应许他们的地 我必与你同在 摩西将这律法的话 写在书上 极致写完了 就吩咐台耶和华 约会的立位人说 将这律法书 放在耶和华 你们神的约会旁 可以在那里 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 因为我知道 你们是背逆的 是映着景象的 我今日还活着 与你们同在 你们尚且背逆耶和华 何况我死后呢 你们要将 你们支派的众长老 和官长都招聚了来 我好将这些话 说与他们听 并呼天唤地 见证他们的不是 我知道我死后 你们必全然败坏 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以手所作的惹他发怒 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 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 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听 领导权的转移 不是发布新命令 就可以完成的 重点是将人心 由旧的领导者 转向新的领导者 并带出新的行动力 这是需要有步骤方法的 相关说明详述如下 摩西在移转领导权时 首先告诉以色列众人 他未来不能跟他们一起过约旦河 但是神必引导他们过去 而约书亚将带领他们过去 如今 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 他们需要知道 真正的领袖是耶和华 约书亚是神在地上所设立的有形领导 但他们要倚靠的还是上帝 以色列人在旷野时 摩西进入会幕 云柱就降下来 立在会幕的门前 耶和华就与摩西说话 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 就在自己的帐幕门口下拜 如今 耶和华在会幕里与摩西说话 约书亚也在其中 约书亚站在会幕前恭候 接受上帝的差遣 这是属灵领袖交接的一幅美丽图画 领导权的转移 都需要有正式的差派理 代表真正的委任与托付 如今 约书亚被正式任命为摩西的接班人 耶和华亲自鼓励他 鼓起勇气 不要畏惧困难 神将责任托付他 必领以色列人 尽神所启示应许之地 同时 神也答应约书亚 必与他同在 以上是一个领导全交接的 完整过程 让以色列百姓确实看到 约书亚是神所拣选与差派的领袖 而且 神也亲自嘱咐与鼓励约书亚 让他安心做领袖 让我们思考 当我要委任新领袖做一项新的事工 要将交接过程策划周全 而当我被委派到某个新工作 是否举行明确的任命与授权仪式呢 亲爱的天父上帝 帮助我 有机会做领导权的移转 可以计划周全 并举行明确的任命与授权仪式 使领导权的移转可以公开化 被领导者也能顺服 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导读神的话 神明记三十一章二十三节 耶和华 主妇嫩的儿子 约书亚说 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必引领以色列人 进入我所启示 应许他们的地 我必与你同在 阿们 亲爱的耶稣 我们是你亲手所拣选的精兵 你是我们的大君王 我们当刚强壮胆 因你与我们同在 因你比世界任何都大 阿们 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我们应当刚强壮胆 谢谢主 我们不再看自己 不再看环境 只要单单的注视你 享受你的同在 使我刚强的去 领受你那应许的祝福 阿们 是的主 我们就是要刚强的来 领受你的祝福 主让我们穿上平安的鞋 让我们所踏之地 都要宣告 这是蒙耶和华祝福之地 阿们 亲爱的耶稣 我们要前往祝福之地 你走在我们的前头 你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你使我们有你的荣光 使我们有祷告的权柄 我们当刚强壮胆 前去那应许之地 阿们 主啊 请你亲自引领我们 进入你应许之地 就是那牛奶与蜜之地 是好的无比丰盛的地方 因为你的应许不落空 我们要紧紧跟随你的脚中 行在你的真道上 使我们成为蒙福的人 阿们 是的主 我们就是要成为蒙福的人 耶和华祝福之地 就是蒙福之地 凡在耶和华祝福之地居住的人 耶和华都必眷顾 保守看顾 因为耶和华 我们的神 不论大事小事 都与我们同在 感谢赞美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 阿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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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